因为我家里有孩子的原因 在厨房里面 我不能使用杀虫剂 那些东西 或者下耳那些东西 我不能使用那些东西 所以我就发明了一个办法 用粘鼠管 来干脏毛 效果非常好 能看到我吗 效果非常好 上一次我离开家之后 放了粘鼠管 粘了非常非常多的帐篷 然后呢 我的投销的视频里面被 限流了 就是这种东西 不能出现在视频里面 但是你们可以去看到我那个视频 可以从我之前的视频来看到 然后本期视频呢 我就不拍这些内容了 就是粘到蟑螂那些内容 这是一个刚刚拆封的干脱板 我又买了几个 要多放一些 放在一些比较 这是我发现蟑螂比较容易经过的地方 就这样经过 然后或者那样经过 我把它这样子放在这儿 结果有非常好的效果 这个里面我还放了 不止这两个 这里面是之前放的 嗯 粘蟑螂那个画面就不拍了 因为拍了也发不出来 这个方法呀 是我自己亲自试的一个 比较好的一个方法 嗯 对于家里比较有孩子的 或是一些原因不能喷药的 比如说过敏反应啊 这样的 就不能喷那种杀成剂的 呃 不能下耳的 就可以用这种方法去试一试 嗯 它不能快速的给你把它解决掉 但是你 如果粘术板一直放在那个橱柜底下 它一直就会 只要经过就被干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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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被经过被干掉 而且尸体 是可以被处理掉的 你要是用药的话 那个 这个 它死哪儿你都不知道 所以就变得特别 恶心跟感觉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试一下